通常如果家裡有養小狗或小貓的主人們 可能都會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們如果長時間不在家 在外面工作的時候 那狗狗會更在家怎麼辦 也有可能很擔心回到家 發現牠把家裡的東西咬衛生紙啊 咬拖鞋啊 還是隨地大小便之類的 那這個問題其實我教大家 一個比較簡單的 多陪伴牠 多消耗一下牠的體力啊 包含你回到家之後 也陪牠多玩玩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就是多花時間 培養跟你毛小孩相處的時間 那這樣子在你出門的時候 牠可能體力被消耗一點點 牠可能就會乖乖地趴在牠習慣的地方 然後等待主人的回來 那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有可能大家很容易碰到的是 毛小孩可能很容易會一直叫 那這個點呢 你可以平常在訓練牠的時候 多讓牠去接觸家裡的環境 多讓牠去接觸到這個東西 然後你去獎勵牠 讓牠習慣 牠就變得比較不會那麼容易的 躁動 心心起伏 牠就會去叫 好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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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